陳秀民這問說 他的感冒、手藏、手藝一直乾掉 這個我們在說話說 乾先要看看 這通常是從未來開始乾 這是支條的 這樣乾掉 這個會有很多這種的原因 但是多數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說 並說第一天是不是 我們要去克魯的 是不是有這個縣蟲 土壤的這個縣蟲 因為這些縣蟲 從這陣子來 我們一般是 正常的照清明進行 就開始做一個這個風地 清明節進行 我們就開始 首先來幫他做防範 做這個風地 為什麼 因為呢 像今年 可能清明 今年運動比較高 三個月的時候 我們就在跟好朋友說 一定要做一個這個土壤線蟲 因為這個薯糖的這個危害 它的筋就比較壞 它如果筋一個壞呢 它就開始我們 這都是一個惡性的一種循環 就是說 病說它對這個線蟲病 這些薯糖呢 它現在去幫它勤集 它會吃我們手鐵節營養 它慢慢慢慢 漲就會這樣一直衰弱 所以你看到那個微流就會在那裡 這個微微會會在那裡搭去 甚至它通常你看到微微是搭 但是這上面 它上概要的這個薯金就出問題 所以我們剛開始你看到應該是很像這個微量元素缺乏 所以有的說去補 補下去也好 但是過不幾天它就來 所以這是薯糖去給它這個薯酒 這個薯糖就去掉 它這是一個 它給它使用的這個營養 所以很多這個病害就對這個磅的 這個磅的一直在去感染到作品 所以那一隻那一隻就這樣 蝴蝴蝴蝴 所以金就有可能變蝴 甚至呢 它那個金和 它的滅滅滅滅 它的皮和 就在那裡搭開 所以金就開始在那裡搭 那現在金啊 受孫之後呢 它的一個這個這個 做一個這個功力 當然縮傷的比較壞 所以這個出現就像微量元素缺乏 這可能剛開始就這樣 那現在漸漸漸漸漸的 它就單單的翻紅 老虎 然後你就打機尾 這種的這個情形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像這種 這大概應該是土壤的一個這個 現蟲 現蟲的這個危害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說 你要為兩個方釋 這也不是只有兩個方釋 就是說 刷糖要先滴 所以我們可以灌一些醋油 這堆的瀑鬆 分泌鬆 這個頂肌夾寶夫 或是豆腐鬆 這堆的這個這個刷糖油 就是說我們 用一些這個 現蟲的這個油 要去幫它做一下這個處理 但是就是說因為這個 這個 剛才說到就是說 因為有刷糖 有那個瀑鬆 所以 其實有時候 也有一種是這個疫病 類似這種疫病的這個 這種情形 所以呢 你也要灌一些這種疫病的這個油 包括有時候類似這種疫病 有時候在張家那些那些 有時候會有一個 有時候會有一個 那是有看到長頭那些有什麼 有時候會有一個 還有一種的 可能是和這個 你苦病這種有關係 所以那也會有 黃色這兩種和這個 很像 很像 所以呢 我們大概就是成為這個來幫他做出力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說 刷糖 然後我們幫他灌一些這種疫病的一個藥 因為這個中間 通常要有兩三年的這個時間 他慢慢慢慢 他會逐漸衰弱 漸漸漸這個衰弱 不說一核就斷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近年現在這個情形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把這個刷糖的這個藥給他灌 那如果用一數的賣達勒這類病公賣達勒 還是這個也脫民 一種的這個藥 這是這個疫病 讓他筋的 雖然薩糖我們把它抵掉 但是他有抗水 我們不要讓抗水去感染這些病害 這個問題就會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你把他灌一數的這個疫病的這個藥 那然後就是說 因為 他來要慢慢讓他回復起來 所以你可能就配合這個 配合一點點像類似像 這個榮林菌 這類的這些東西 來幫他這個塑膠 這一段時間這樣來 來幫他 來幫他這個觀光 這一般起來呢 效果就會好很多了 所以 這大概是這樣 那 很重要的這個地方就是說 一定要投用裡面 不要完全用這個硫酸胛 我們有發現說這個完全用這個硫酸胛的時候 這個問題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們那時候 要算要 平工在浪費這段時間 一個禮拜 我們就是6公斤的一個濾化夾去做一個補充 你如果怕說有這個濾的問題 你可以在地上算要採收進行 我們那時候來把它減少這個使用 這樣就沒有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問題 所以 這是一個 完整的這種處理的這個方式 你要先為散糖 散糖處理後好使呢 然後來幫他用這個疫病的藥 用疫病的藥 要用疫病的藥 後來注意這個掌心的 這個這種緊迫的這個擁護 所以通常 就必須要配合這個榮林菌來幫他使用 這大概是這樣的這個情形 這可以提供給你做參考 這大概是這樣的處理的一個方式 一步一步來 這有時候這種令我就是說 看起來這個 那正經 因為這個後面有出現的這個問題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這應該是和散糖有些 這種 不要太多 這有時候這個 這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 尤其你這個都在基壤在打 所以這個是和土壤的這個線索 有很大的這個管理這個和這個 這個 因為散糖大概有這個 根流線索 還有這個根腐線索 那 他這都會去做成這個 這個違背的打的這個情形 所以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大概是 這種處理的這個方式 提供給你做參考 嗯嗯嗯 我覺得 做單個作品 我先去把其他誠稅 提供了 冒算 進去 述 這一個